大家知不知道為何愛是要用紅色的心形去代表? 當年中學上的性教育堂 有個教中文的女老師問了這樣的問題 有同學說因為像龜頭 有些就說像女人的屁股 我想那個女老師連做愛是甚麼都不知道 那時同班有個女同學 她身材出名全校最正 但是就經常被我們排斥 因為她覺得是豐滿的乳房 是生在背脊上面 雖然身材畸契 但她都沒有收收埋埋 不像其他女同學那樣 但也天使都穿著冷衣不知道做甚麼 所以見身她背脊 我都會忍不住扯棋 可能你會覺得我感到J好變態 你太年輕了 那個年代上網還在用56K 別說四仔 撈一張鹹相也要半天 不是誇張 有時放學 不知道是不是運動褲太緊 不停滾著滾著 我隨便在黑板畫幅畫都打到飛機 那時的創作力量和幻想 真是嚇死現在新一代 有老師走過以為我吸毒 打飛機和放屁一樣 我死都不會認 那時的娛樂除了欺女同學之外 就是浮保齡球場 記得有一晚我爆進去 偷走了一個保齡球瓶 第二支拿回學校 打算曬命的時候 在走廊見到她 那瓶太重 我懶得拿 索性偷偷地放在她背部夾著走 整班同學見到 馬上波引大發 個個拿起自己的斯加波 我都不例外 當我很專心瞄準的時候 那個保齡球瓶和她的胸的摩擦聲 好像流行曲的旋律般上腦 我麻痺了幾秒 其他同學不斷把保齡球滾在那裡 她整個人摸在地上 雙腳馬上腫到成個網球那麼大 我留意到她的腳趾 好像蹄子般飽滿分明 那一刻我又失控 之後有一天上科學課 要做實驗湯牛眼 這麼變態的東西 我坐了一堂都下不了手 臨下堂的時候 怕老師發現 我將對牛眼黏在她的胸上 對牛眼好像有回生命一樣 我好像整醒了一隻 失眠了幾晚 終於開始睡得著的無牛 我立即拿起隔離位 做完實驗的紙巾迎戰 她很生氣 衝過來那一刻很快 她完全反應不來 我被整面的牛腥味嚇到暈倒了 直到聞到一陣香味 我才醒一醒 我又硬起上來 那天我要留堂到夜晚 記住一個大過 很怕被媽媽罵 我離遠聽到操場裡面有些咳咳聲 原來是她一個人在跳彈床 地心吸力把她的胸上下上下拉扯 那一刻很美 這次我竟然沒有車旗 我愛上了她 她是來救我的天使 寬恕我的觀音 演唱片 之後很快我們就在一起 他的大愛改變了我很多 我沒有再這麼賤格 因為他的胸生在背部 令我重拾用狗仔式做愛的興趣 以前我總是覺得 看著什麼都沒有的背部 推來推去 很無人 我終於不用靠想像力去過日子 他也讓我重新發現事物的味道 原來只要躺在自己真正喜歡的人身邊 你就可以看到那個紅色的身形 出現在你眼前 你就有所謂的 我高興要放過特殊的 我跟找到一個艦艦 你就可以走到一個艦隊 我看著你 我看著我的天啊 你喜歡哪 排隊 尼泰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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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